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视率不断上涨 综艺节目最核心的一些东西也渐渐消失了 恶意剪辑 剧本演绎 价值观偏离正轨 唯利是从 真人秀的真 成了节目中最稀缺的部分 在逐渐偏航的发展中 不少综艺节目也因此成为出头鸟 被观众举报 被央媒点名批评 直到永久停播 下面这次当被停播的综艺节目 正是如此 停播前 各个都手握收视王牌 但当他们被停播时 却让人拍手称快 没有一个被冤枉 一 我不是明星 在众多综艺节目中 我不是明星应该是最高产的一个 该节目2013年开播 2015年收官 短短三年时间 出了七剂内容 平均每三个月就有一剂推出 节目的初衷是想做一个青春励志类的节目 但真正播出时 却有点跑偏了 原本走上台想展示才艺的年轻人 在介绍时就有了不一样的背景 我的父亲是著名演员 母亲是影后 家里的亲戚是导演 歌手 原本的才艺比拼 几乎变成了背景比拼 除了比拼娱乐圈背景外 这档节目更是将比惨发挥到最大化 请的大部分明星子女 要么是单亲家庭 要么是父母因为工作 常年不在身边 比如霍尊 张博宇等人 就是如此 有了新二代的光环 再加上悲惨故事的加成 这些不是明星的新二代们 顺利打开了自己的观众园 再加上有老一辈明星父母的光环 知名演员的助阵 新二代想走进娱乐圈 是很容易的事 像潘长江 火峰 张光北 吕丽平等观众园颇高的初代明星 就多次站在舞台上 为子女助阵 先说自己不是明星的身份 再拿出自己的明星父母 最后来点知名演员助阵 一顿操作下来 新二代出道顺利成章 张斯乐 霍尊等人 就是通过这个节目打开知名度的 当然了 随着节目的套路化 观众也看到了这档节目的攀比本质 最终 我不是明星也没能摆脱停播的命运 怀念者少 拍手称快者大有人在 二 变形记 交换人生 体验生活 打开成长大门看到新世界 刚开播时 变形记确实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 也创下了收视新高 那时观众对这档节目的评价只有五个字 有心意 真实 后来才知道 所谓真实 全是笑话 首先 变形记在节目形式上就采取了创新的模式 由一个城市的叛逆小孩和一个山村里贫苦人家的孩子互换人生 到对方的家庭中生活一段时间 节目的宣传点是让城市孩子了解生活不易 让农村孩子拓展视野 只是他们却不在乎 这本来就是一场不公平的交换 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说 只是来农村生活一段时间 最后还要回到现实的生活中去 那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呢 经受了贫苦 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对于自己和父母来说 都算是一件好事 甚至有些人借着节目的热度 成了一个小明星 有了追捧自己的粉丝 这不是体验生活 这是给自己镀金 可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 这无异于一场诛心酷刑 他们原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 虽然困苦 但对生活充满希望 既有承担家庭责任的使命感 又有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和决心 可忽然被送到一个新的世界里 不仅不再需要为生计发愁 别人随手拿来的零花钱 可能是他原本家庭半年的生活费 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 不少人民失了本心 开始厌倦自己的生活环境 甚至怨恨父母的无能 也有些孩子从城市回到农村后 不再能接受现在的生活 变得自私 敏感 叛逆 一边想要逃离现在的生活 一边怨恨父母为什么要把自己 生在贫苦的家庭中 当观众还沉浸在这种愤慨中时 又有些人站出来指责剧组有剧本 乱剪辑等 直接将这档节目推向绝境 曾经参加过节目的孩子表示 节目组指导孩子怎么逃跑 怎么打架 故意营造出叛逆少年的形象 甚至还会通过剪辑手法 扭曲事实 在道德批判与观众指责下 变形记最终也没有逃脱 被强行停播的命运 三快乐大本营 作为曾经的综艺王者 快乐大本营陪伴了观众24年 但这样一个长寿的节目 走到被强制停播这一步 只能说一点都不亏 作为芒果的顶流综艺 快乐大本营不仅观众缘好 明星缘更好 甚至成为一个小的造型工厂 谁上谁就红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无形属性 节目也渐渐变味了 从原来的谁上谁能红 变成了谁红谁能上 谁的名气的 事业红火 谁的镜头就多 和主持人的互动也更多 就连贝克汉姆这样的国际球星 也得站在快本的舞台做宣传 眼看着快本的造型能力越来越强 有人就开始找窍门了 有些粉丝为了让自家的粉丝多几个镜头 会给节目组主持人等送礼 更是因为何炯的一番炫耀 直接让快乐大本营成为众矢之地 在综艺口红王子中 何炯忽然开始吐槽 某些明星粉丝送的礼物不干交太粘了 东西只能自己用 且在接下来的聊天中 观众发现 他们所说的礼物早就不是贺卡 鲜花那么简单了 比如彭玉唱的粉丝送的是按摩椅 还有些粉丝送的是奢侈品包包 价值数万元的护肤套盒等等 更有甚至直接给主持人们送金条 紧接着 何炯宇快本的主持人们 就开始被重点关注 原来观众喜爱节目的背后 竟然是这样不堪的金钱交易 事实上 快乐大本营被停播 似乎是能预料到的一件事 尤其在停播前几年 几位主持人可谓是风波不断 比如谢娜不断被制宜专业能力 被嘲笑只会哈哈 比如杜海涛在节目中 会对着全智龙下跪 一个中国人 还是公众人物 在镜头前朝韩国人下跪 这可不是简单的追星行为 比如维加多次陷入代言风波中 多次翻车 甚至有不少受害者举着白不为全 虽然他不是直接商家 但太多观众是因为相信他才选择 这对于维加本人和快本 都有不小的影响 何炯宇更不必说了 除了收礼风波之外 他吃空响等事 也消耗了一部分人员 风波不断 流言四起 再加上被冠以乱剪辑的名号 陪伴了观众24年的快乐大本营 最终还是走向了被停播的结局 四 中国好声音 在众多选秀节目中 音乐类选秀一直引领潮流 效果最为显著的 就是曾经火爆的中国好声音 导师被对舞台转动 以自盲选的形式 最初与观众见面 就引起了一波模仿热潮 直到现在 乐坛仍旧有不少歌手 是通过中国好声音与观众见面的 比如周深 吉克俊逸 张碧陈呢 就是如此 可即便对乐坛有如此大的贡献 中国好声音还是避免不了被停播的结局 而早在停播前 就有不少人出来吐槽节目的公平性 尤其在李文事件后 李文去世后 当年在好声音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也再次被网友扒出来 身体不适的他 硬是被节目组安排一直站着唱歌 甚至无力支撑倒在地上 作为导师 他也曾在节目中发飙 明明已经被淘汰的人 却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再次站在舞台上 实际上 这样的事情 陈奕迅也曾吐槽 在现场会有人指挥他们转身 指导多个导师抢人 只为了制造节目效果 李文去世后 当年这些事又再被翻出来 节目组的不公平也从未消失 最终 中国好声音也走向了被强制停播的结局 节语 综艺节目对人们的生活而言 更像是一个调剂品 给大家的生活添加些乐趣 可偏偏有些人 利用观众的好奇心 以及对节目的喜爱 罔顾道义 只讲利益 辜负了观众的期待 更有甚者 扭曲价值观 为流量论 如此这般 从宏吉意识到被强制停播 没有一人惋惜 只有拍手称快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